成绩单是表格格式的 第一数行是排名 下面是人名 单科成绩 最后一排是总分 审券这人稍微有点偏科 除了语文的分数有点低 数学和理宗全部都接近满分 尤其是物理 这人切实地拿了个满分100分 林雨晶觉得自己活了16年 从来没受过如此奇耻大辱 刘福江很兴奋 现在这才高二第一次月考 还没进行过系统的复习 虽然只是开学到 现在这一个阶段的知识点 但是700分已经是很可怕的分数了 一般实验班之前 倒也不是没有考出700分的学生 但是这是在实班 吊车尾班级实班 最后一个考场 占了快三分之一人的实班 这次的题虽然不难 但是这个分也非常可以了 我偷偷去了解了一下 好像一般有一个700的 别的班还没问 不过一般也就才一个 别的班估计也不可能有了 刘福江看起来像是自己 考了700分似的 试卷我也看了 神卷稍微有点偏科了呀 语文拉得有点多 你那个古诗古文的墨写 还空了一个 两分呢 那不是白拿的分吗 你是不是不喜欢学语文 神卷顿了顿 似乎在考虑 怎么回答刘福江的话 能少一点 最后保守地点了点头 刘福江叹了口气 那不行啊 你别的课成绩这么好 这语文拉这么多分 学习这个东西 是最不能任性的 没什么意外的话 你这个分年级里 应该是第一的 现在就看一般的 那个700的是多少 听说也700出头 你第一的可能性50% 一半一半 刘福江跟神卷探讨了十分钟的 到了你这个程度 不能因为不喜欢 就不被古诗爱以后 又转向林雨晶 手指在他的各科成绩下画了一圈 林雨晶 你这个卷子我也看了 别的科都很平均 但是你这个生物相比来讲 稍微有点低呀 刘福江很忧郁 比化学和物理都低了七八分 你跟老师说说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我的教学风格 还是我哪儿讲得不好 你说说你觉得不合适的地方 林雨晶 刘福江看起来还挺受伤的 林雨晶没想好怎么说 办公室外面有个老师 把他叫走了 刘福江出去跟他说话 生物办公室的一脚 瞬间寂静了 林雨晶转过头去 审卷也侧头看着他 看起来散漫而平静 成绩单铺展在两人之间 面前的桌子上 露刷存在感 像是一个被放大了无数倍的背景板 林雨晶觉得自己在审卷平静的脸上 读出了八个字和一个问号 你就考这么点分 林雨晶觉得自己真的受伤了 他缓慢地 一点一点直起身来 往后靠了靠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七百零三 考得挺好啊 审卷啊了一声 人还趴在刘福江的办公桌上 夸奖他 你考得也挺好 林雨晶觉得自己有点窒息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就这么背过去 吵 笑 他 王者林雨晶 回回考试 基本都年级第一的林雨晶 被他的同桌 打架旷课上课睡觉 家庭作业都不好好做 连欧姆定律都能说成 3.1415926的学渣同桌嘲笑了 他是真的不能理解 他以前在帝都读附中的时候 魔鬼有很多 学东西快的聪明人确实多 甚至包括陆家恒 都是那种课后几乎不怎么学习的人 但是人家至少上课是会听课的 林雨晶不明白 审卷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他见识短浅 以前都没遇到过天才 还是审卷其实都是装的 放学偷偷回家学习 他靠近了两步 十分不解 你天天上课 睡觉打703 审卷撑着脑袋侧头 手指搭在唇边 沉默了一下 缓慢道 我之前 休学了一段时间 因为一些原因 林雨晶先说我知道 不就是你差点把你同桌给打死吗 所以高二的一些内容 我已经学过了 太简单 听课浪费时间 不如补觉 沉卷说 而且我也不是一直能睡着 比较难的地方 我会听一下 沉卷继续道 林雨晶觉得这个理由 勉强让他舒服了一点点 叹了口气 问道 你之前 就你没休学之前 上了多久的课啊 不知道 沉卷抬了抬眼皮子 一个多礼拜吧 林雨晶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沉同学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欠揍 我实在不想因为 学习成绩这么肤浅的事 送走我们好不容易 培养出来的同桌情谊 刘福江几分钟后回来 拉着林雨 经又分析了十分钟 情深意切地问他 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意见 为什么李宗三科里面 生物分最低 直到自习课过去了十分钟了 两个人才从生物办公室里面出来 最后一节自习 被数学老师占了十分钟 王恐龙又占了十分钟 王恐龙讲课的时候 林雨晶始终有点走神 其实他也并不是不能接受 审券考得比他好 他还没这么小心眼 但是林雨晶一想到他之前说过的那些话 做过的那些事 就觉得自己薄薄的脸皮 一阵阵的隐隐作痛 他觉得自己被审券欺骗得彻彻底底 脸都被打肿了 有一句说一句 林雨晶仔细回忆了一下 审券确实从来没说过他成绩不好 各科老师虽然也会说他上课睡觉的事 王恐龙也会每天疯狂咆哮 让他好好听课 但是除此之外 好像也没有明确地说过他成绩上的问题 课上小册 家庭作业 他一般都只写个选择题 大题就直接省略步骤部分 直接填个答案 就敷衍到一看 这人的作业就是抄的 或者瞎蒙上去的 那种程度 林雨晶想起两个人刚同桌 还不是很熟的时候 审券的那句我英语还可以 想起了他罚抄欧姆定律的时候 自信又淡然的我物理也还行 但是 林雨晶依然有一种被欺骗了的感觉 他觉得自己之前的行为像个智障 一个大写加粗的傻逼两个字写在脸上 他不知道 审券当时看着自己的时候 是不是像是看着个缺心眼 反正他现在回想一下 觉得自己确实是个缺心眼的 他整理到凌晨两点半的物理复习资料 怕他看不懂 还特地分了word文档和PPT两种 图文并茂 附带课后习题 为了引起学渣的兴趣 他还他妈特地给他编了段小广告 结果人家物理满分 总分比他还高 我以为你也就是个笑吧 结果你竟然还是个学霸 林雨晶觉得 他到这个城市以后 交到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可以称得上是朋友的人 可能要跟他说再见了 巴中老师的效率确实很高 刘福江第二天下午 带了年级大榜过来 实验班的那个700分以上的 本来也是703 结果这小哥拿到卷子以后 主动上报老师 他填空题写错了一个 没给批出来 自己给自己扣了三分 石班审卷一举夺魁 成为不存在并列的 唯一一个年级第一 而他的同桌林雨晶同学 从第31月成了第二名 却并没有感受到一丝丝的开心 林雨晶同学 最近像双打了的茄子一样 粘巴巴 整个人都缺失了水分 连说话都变得十分无力 这是李林的感受 李林觉得大概是因为 他稳操胜券的第一名 被大佬横空抢走了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 你俩就差了两分啊 你也是年纪第二 总分700家的大佬啊 你就那么痛苦吗 月考打了350的李林同学 还沉浸在自己数学 竟然及格了的美妙感觉里 觉得自己是个学习上的鬼才 这个世界上最有天赋的人 未来能成为第一考场考生的潜力股 不太能理解这些现役学霸的世界 沈卷也不太能理解 他自觉自己看人挺准的 林雨晶绝对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不会因为考试成绩没他高就不开心 或者怎么样 所以沈卷考试的时候也没多想 该怎么打怎么打 但是现在同桌确实是不开心了 不是因为比他少两分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女人心还抵真 沈卷实在是不能理解小姑娘那些细腻的想法 月考的试卷发下来以后的一个礼拜 每科老师基本上都在讲试卷 年级第一第二全都坐镇时班 让时班最近围观群众多了很多 比如下课的时候 从石班门口路过的别的班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即使石班的教室在四楼最尽头 真路过就只能穿墙了 在某个女生一上午第三次在课间的时候 路过石班教室门口 一脸探究加兴奋的表情 盯着林雨晶看的时候 林雨晶终于忍不住发脾气了 她把手里的笔啪得一摔 深吸了口气 抬起头来看着教室门外的那女生 女生对上她的视线 愣了愣 大概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 就这么站在门口和她互相凝望着 课间下课 石班教室里乱哄哄的 走廊里也满是说笑打闹的声音 没什么人注意到这边 林雨晶皱了皱眉 当要说话 审卷从外面回教室 走过来站在门口 垂头看着那姑娘 让让 谢谢 女孩子一抬头 对上笑霸冷淡的脸 惊恐地红着脸跑了 林雨晶甚至都说不好 她脸上的表情 到底是害怕还是害羞 她叹了口气 重新垂下头去 准备把刘福将没讲完的 那道生物大体写完 却始终感受到某人冷淡的注视 林雨晶若无其事了三分钟 终于忍不住抬起头来 沈娟站在门口看着她 皱着眉 你到底为什么不开心 你怎么看出来 我不开心 林雨晶面无表情 怎么看都不怎么高兴 沈娟测了测头 我惹你了 没有 因为月考 沈娟有点不耐烦了 这都一周了 你还没消气 我没生气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开心还来不及 小林老师业务能力过于出色 教出来的学生物理 还考了个满分 林雨晶垂头 继续写生物卷子 比没停 刷刷刷 比小林老师还高两分 虽然课间的背景音很嘈杂 但是沈娟总觉得自己听见了 林雨晶磨了下牙 两分而已 一道选择题 沈娟侧身靠着门框看着她 皱眉 觉得非常不能理解 大不了你以后有哪儿不会就问我 我都给你讲 林雨晶比一顿 抬起头来 难以置信地瞪着她 你现在是在羞辱我 合在羞辱我 中文字幕志愧 怎样 王与 中文字幕志愿 指文字幕志愿 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